有沒有一種可能是打課稅 或是剛好看手機 或是剛好接了一通電話 那麼對於ATP關掉 故障 沒有很在意 或是沒有去注意到 但是我想對於要進入這個彎道 它開了五年 普悠瑪一天 它至少開一趟 每天在走的路 它怎麼不知道前面就是一個彎道 這個轉換半徑300公尺 這對北迴縣來講 算是相當彎的一個彎道 你看那個速度 這個完全是什麼 是離心力 我剛剛講 這個超高的離心力 把整個車子往外甩出去 所以我今天要上節目之前 我特別到這個現場看了一下 果然沒有錯 通通甩在 我是這樣上來 都甩到右側 它是這個南下 都是甩到這邊去嗎 甩到 那本來司機說疑似 好像軌道有異物 軌道有異物會呈現這樣的方法嗎 軌道如果有被 有可能嗎 我回應這一點 司機在第一次 我昨天看新聞報道說 可能軌道被堆了石頭 它有壓到東西 這個說法 我提出一個不同的看法 如果是這樣的出軌 會往兩側甩 這樣子兩邊 就是車廂有的倒在別的 比如在平面的直線段 中間鐵軌被擺石頭 車主會向炸彈咖往兩邊飛 它不是因為離心力 但是這個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台灣一側 OK 會向炸彈咖 第二個可能性是什麼 就是說 這樣的 這樣的翻車的情況 百分之百 是離心力的關注 近期鎖定新台灣加油